中国传统文化赐予了马很多精神寄托和文化内涵 如马的忠厚善良,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勇往直前等 四国以来,文人默克留下了很多赞美马的一些名句 如龙马精神,志在千里,马道成功 说到底,马的精神就是人们向往追求的精神 中国传统画中的大写意,追求神似和形似 意的成分角度写实刺之 看花马也是一种美的艺术享受 凝神静气,宝占浓墨,舞动寸豪,寥寥几笔 神马越然直杀,或仰天成效,或回头张望 或低头前行,或奔跑 马的神韵,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画的人陶醉其中,看的人探完观止 中国画很讲究线条和墨色艺术 大写意的马更是如此 一笔下去,或浓淡,或粗细,或明暗 或停,或顿,或推,或拉,一气合成 没有多余之笔 用笔用墨出神入画 如火纯青 任意提笔 布局恰到好处 印章落款,画龙点睛 无论是纯墨色,还是彩色 画家们都运用得得心应手 所以他们创作的马 总是给人一种力量 给人以一种美感 古人远,工在画之外 画者的文化内涵和品性修为 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质量 吴作成老师画的这匹马是奔跑的回头马 采用大写意的表现手法 马身画得很瘦 没有一丝多余的肥镖 体现了是一匹生长在野外的野马 马的胸部画得很宽 体现了马的肺活量很大 马很健壮 马腿很细,很长 似乎有些夸张 但不失比例 体现了马善于奔跑 强壮与耐力 在马腿的关节处 用笔一带而过 体现了关节的灵活性 马嘴张开 给人一种物 马思昌明的气魄 像是在催促队友 马宗和马尾的表现最有看见 刷刷几笔就把飘逸 灵动的神韵写出来了 虽然只画了一匹马 似乎有千百匹马紧随其后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